21日上午已经宣布将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台湾知名企业家 富士康公司的创始人郭台铭 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一则驳斥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蔡英文 大陆的饭台湾人民吃不下的网帖 他在这则网帖中一方面阐述了为何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观点 认为大陆才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钥匙 一方面还驳斥了蔡英文抛出的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的言论 称蔡英文盲目将大陆视作敌人的做法不是民主而是民粹 郭台铭说在他的心目中民主有两种 一种是和平富强的台湾 一种是战争贫穷的台湾 郭台铭还对蔡英文和他领导的鼓动台独的民进党开炮 称在蔡英文的领导下 台湾每天至少有160万人沦落到吃不饱 他说这也是他决定参选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原因 要把大家从民进党的假民主中带出来 让政治为经济服务 让大家不再被意识形态绑架 另外他还在贴文中明确表示 台湾经济发展的钥匙就是在北京 并反问蔡英文说 否则以蔡英文所自豪的与美国如此亲密又高度友善的关系 为什么华盛顿没有为我们解开参加经济合作的僵局 然而郭台铭的这番话却很快在台湾网络上遭到了大量的辱骂 有的人在拿他执掌富士康公司的履历去攻击他 还有的称他把家产的一半都放在大陆那边 不配捍卫台湾的利益 更有人表示台湾经济一片向好 郭台铭是危言耸听 其实从这些在郭台铭账号下 唯骂他的人的言论特点来看 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民进党或是台独的支持者 当然也有一些台湾网民对郭台铭表示理解和支持 可这样的声音都被民进党或台独的声音给盖住了 不过在这些大陆网民看来 其实台湾哪派上台都无所谓 郭台铭有一点说的对 搞台独的人上台只会让台湾的经济加速下沉 无论怎么骂 解决台湾吃饭问题的钥匙 在大陆一边的事实无法改变 所以即使一个为搞台独不惜牺牲台湾人民饭碗的政党 继续执政也无非就是大大加速祖国大陆统一的步伐罢了